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 軍事頻道節目,軍武器言 這節目主持Larry 這節有防衛消息,想跟大家更新遼寧號 早前,上星期日,19日被記錄出在宮古海峽 去到沖繩以東300公里 位置操演他們的南上男載機 包括直18和殲15 今次有留意到殲15第一 仍是用殲15A 即是他們最原先滑跳的型號 但直18可能有些改型 今次可能會做一些測試 另外,日冠罕有地出動出雲號 即是他們最大均位的船隻 用直升機航母去追蹤另一個更大的航母 但照道理,並非合適合邏輯 為何要這樣做呢? 是否背後有其他信號釋出呢? 今天我們做個分析吧 開始之前,請大家高抬貴手指 按個like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超越千多個like 試試可不可以衝破它 打爆它到2000個like 可能會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觀察到我們這個頻道 可以訂閱或吸收到軍武知識 另外,如果未按鈴鈴的朋友 請按鈴鈴吧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節目出現時的通知 好,回到遼寧土 其實老實說,他出海真的不太久 你看到上星期日,即是我們提到19日出海 如果你看回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消息 他是昨天聖誕節已經演練完畢 穿越了宮崗海峽,準備回到東海的情況 我們看到今次出海的編隊不算特別大的編隊 提到遼寧號,南昌號,日照號 你見到055大區,南昌號101 現在他們已經有三手下水 包括102拉薩號,103安山號 接下來還會繼續有其他055下水 你見到他們入液的話 其實現在陸陸續續有八手的05 便會入液 相信到2022年、2023年都應該齊漲 另外,亦會有055A的改型 我們相信亦會出現 應該會繼續觀察 包括他們的純直發射單元 我們現在經常說的一坑四彈 一坑四彈,老實說 就不是領先國外技術 一坑四彈 你見到在美國早已實行 包括四彈的意思 就不是四支 如果中國是紅鐵九 如果美國是四支的SM2或SM3 就不是這些 就是比較少型的飛彈 例如我們說公洋飛彈那種 屬於近程攔截 可以多拜幾飛 藍昌號一坑四彈的意思 俄羅斯應該都是這樣 俄羅斯更誇張 一坑十六彈 可否說十六彈、十六飛 全部都口徑 當然不是 即使船空間有限 只不過告訴你 有些坑四彈可以兼顧到不同類型的 反艦防空的需要 其中一個技術 即是不同的公室內 他們可以 即是不同的空間的處理 所以就不是說什麼特別先進 這個就沒有混淆事情 這個也不想國內的朋友 追到太重要 回到回來 你見他們今次由遼寧號、率寧出去 日期真的不算長 你見以往出去 往往超過兩個星期 今次只有七天 事實上真的比較短 當然編隊你見都大不多 所以他們是否有機會 做的演訓科目也比較少 之前我們說過101 即是藍昌號做過反潛演習 當然用這麼大的藍牙做反潛 真的比較少 可能用02C、02D、04A的反潛 就比較適合 他做海峽封鎖 這也能理解 整個演習背後的用意 例如封鎖台灣海峽 到時101一定不夠 至少在台北和台南兩端 包括宮古水道附近 以及巴西亞附近 都需要起碼有兩艘101 再帶領著4-50的02C、D 好幾艘的04A 海峽封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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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航速較慢 和上面的自衛武器不夠多 上次遼寧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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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驅逐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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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雲號即是緊跟著遼寧號 即是跟著貼一貼 所以我們估計今次遼寧號出來 因為遼寧號今年已經出來一次 為何還要出第二次呢? 這是有點不尋常的 以往的政治訊號 老闆遼寧號一年出來一次 現在大家要印象 年尾出來 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 例如沙漠軍港附近 然後做一些補級 然後就北上回到自己的武港 所以今次遼寧號出來 可能出雲號覺得事有QK 所以就出動到他們最強的出雲號跟著他 在一個邏輯上 要派一個艦艦艦跟蹤遼寧號 只要你追蹤到他 你知道他的近況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理論上日本可以派一架DD 我們說比較小型的 胡惠蘭跟蹤著都可以了 例如我們說的川羽級 招募級那些 其實你跟著都夠用的了 但今次用到出雲號 我相信日本也想釋放一個訊號給中國聽 他覺得遼寧號今次出來 未必純粹是軍事角度 也是一些政治訊號出來 所以安倍晉三就說了 如果中國要挑戰美日同盟 無疑於自殺 所以你出遼寧號 我就派出我們暫時最強的出雲號 當然中國軍事專家會反駁 其實出雲號又怎能夠跟遼寧號比呢? 因為遼寧號上面已經有殲15了 真的有固定翼的戰機 全部都賀槍實彈 是可以將你們擊沉的 而相反出雲號上面 就只具備直升機這些戰力 充其量給你 就有魚鷹機 但你跟戰機比 當然防空抗燃的力量也差很遠 所以擊沉出雲號也能夠 我們還有反艦飛彈 我們這些鷹擊系列 所以你無謂在我們面前撒關刀 這可能是中國的說法 但對日本來說 他們今年才試飛完 F35B降落在出雲號上面 多謝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借出他們的F35B中隊 在兩架上面降落 提供了相當寶貴的甲板數據 給出雲號 接下來包括他們的家賀號 都是同一個級別 改裝就不需要分兩次了 因為大數據融合之後 可以一次過整個改裝一次 就一次執行進口電 所以出雲級來這艘航母 他們具備的不是四代機 而是五代藍奏機 即是F35B 所以到時如果真的配備了之後 就可以跟遼令號一較高下 但亦都是和平時代 出雲號 和遼令號的相遇 就告訴你 日本就不懼怕中國挑戰 你前出公國客戶 什麼都好 我們水底固然一定要有 蒼龍或者大瓶 這些潛艇跟著你 一直追蹤著你出海 遼令號這邊 做7天的訊號 明顯不是為了軍事的 purpose 因為你每一個 這麼大型的航母 出去做7天的演練 回來這麼簡單 你見以往遼令號走的路線 亦都不是這樣走 政治訊號多 亦都會走台灣 所以這次行公國客戶 尤其是在沖繩附近 很明顯就是要做給你看 如果去到某個時候 要攻擊台灣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攻擊沖繩的基地 沖繩基地就是我們第一個想的 Kadena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這個加手納空軍基地 當然你的看法就是 你用航母去攻擊 這個加手納空軍基地 是很愚蠢的 你用你的艦載機的挑戰 這個陸機戰機 就不是一個理想的情況 中國的戰術 亦都會用彈道導彈的攻擊 這個外交政治訊號給你看 就是我們是 不會邊唱莫及的 我們劍及里及 我們一樣可以來到 加手納空軍基地 你的沖繩 就做一個打擊 300公里而東 其實就告訴你 它可以完整地包圍你整個沖繩 包括彈道導彈 在沖繩而東 都是對中國能夠最遠的 但它都能夠覆蓋到 而它的艦載機的攻擊範圍 基本上一起飛 300公里鬆一點 你看他們很有信心 他們的反艦飛彈 飛遠一點 就能夠攻擊到 你們這個基地 所以這個 也有機會 是中國一個政治訊號 釋出給日本 日本就不要太囂張 即是你們現在出雲級 已經訓練到 可以上面停在35B 但我們都已經 一早形成了戰力的情況 當然我們都會觀察 所以沖繩現在這個地方 突然間成為了 中日鬥爭的熱點 以往我們通常都說 中日鬥爭的熱點 照計應該是釣魚台 而釣魚台我們都說過 和日本基本上 或者和台灣 已經連成一線 即是說 如果失台灣 就會失釣魚台這個位置 所以要補釣魚台 一定要補台灣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西南諸島 其實已經由 最西最西 最南最南 去到石門島 與與那國島 其實現在已經 擴展到台灣 所以整個周邊危急 存亡的狀態 基本上已經不能夠 包含它了 我們在之前的片段 也跟大家說過 幾部曲的時候 攻擊台灣 攻擊釣魚台 甚至我們說到台灣附近的島 最例如與那國島 與石門島 其實都不能陷綿 所以最終是否會和及 例如我們說加速的空間基地 日本就不能不回應 所以可能這次出雲號 出來也要警告 中國的艦隊 日本其實回應 也是相當即時的情況 這次我們說到 遼寧號艦醉機的測試 大家發現它是輕裝上陣的 我們的主持也有討論過 它是否真的空機 請過無掛彈 做一些藍載機的訓練 或者我們換另一個角度去看 它未必是一個作戰訓練 可能其實是一個 一個畢業的飛行員 去做他們畢業的 藍載機的訓練 即是它拿出最後的 藍載飛行員的認證 就可以出公海做這件事 如果是 也能貫徹到遼寧號 這個訓練艦的美名 專門訓練 這個藍載飛行員 所以你發覺 暫時仍然未有掛彈的現象 亦有些藍載直升機 這次 似乎那個藍載直升機 我們看下去 都可能跟以往有少許分別 變體 是不是接下來 直18 還會有一個新的變體 他們叫做直18jg 暫時在外形上 我們都要繼續看 如果了解中國軍事的朋友 你都會發覺 經常性 他們會將一個型號 不停的魔改 所以會否已經改到直18j 還有一個G 還有一個G 一個改型 這次的改動 除了我們觀察 包括engine department 那邊的情況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我們暫時在外形上 未看到很大的差別 我們還會繼續為大家追蹤 另外我們相信 最終上航母也有機會填出一個直20 一種多用途的直升機 會有少少像美軍的UH60 那種玩法 Universal 通用的 可以載人 守舊 甚至乎加上兩個武器短臂 可以射地獄火 勉強都可以 做反潛等等 就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直20有沒有機會 可以上到遼寧號 這個未知之數 但是我們相信 遼寧號也好 山東號也好 這些直升機 去做空中預警等等的位置 都是有這樣的需要 至於另一手山東號 都是不太順悉 暫時看 究竟是否即是被颱風 還是聯合另一手075 在海上做一些演習 尤其是海上封鎖 但是山東號上的 藍載機通常都是7至8架 其實跟遼寧號差不多 不過它沒有遼寧號的問題 遼寧號的問題 在於新舊降的結合問題 所以財質不太穩定 所以對高強度的任務 比較保留 所以連續一天升降 四五十次 你真是太操勞 尿寧號 這位老人家 你一天四五十次升降 就真是鋼板 頂不住 但是山東號的正路 沒有這個問題 山東號還未見到 夜間藍載機升降 是有點令人失望的 所以山東號要加油 真的要出多一點力 做訓練要多一點才有威懾力形成 所以雙航母我相信可以告別 中國還未有雙航母一起操演 小粉紅暫時再忍耐一下 雙航母總有機會出現 例如003和遼寧號 山東號的戰力 難怪之前 被網媒說 是否有一個蛋坑 我們覺得未必是 但種種傳言 山東號的戰力 暫時還未形成 都仍是比較奇怪的現象 好,這一節 我們說到遼寧號 七天能夠完成這個集訓 回去未免有點短 因為綜觀我們說 伊利沙伯女皇號 其實他真的出來了七個月 你七天就搞定 真是有些說不過去 Anyway 如果他用了七天時間完成 我相信這不是一個軍事任務 而比較像一個政治 一個外交的訊號 尤其是傳遞的訊息 今次不是台灣 不是美國 好像是日本 好,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頻道的發展 我們廣東話的軍事頻道 當然經常要公佈的時間去做 所以有時我們都要去看不同的資料 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支持一下我們的公余時間 為大家用廣東話軍事 為繼續放送給大家 另外也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另外也可以訂閱我們的貨金情況 包括恒新銀行 Payme和轉數塊 我的朋友可以用Paypal的情況 提到Patreon 不說多一點 如果你訂閱的時候 你可以找回Paypal的位置 就是TigerNHK 大家可以找回 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like和share 我們的節目 下面可以留言 你覺得遼寧好 即是去七天 有什麼看法 好,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佛的消息再見 拜拜 拜拜